大家好,我是围裙妈妈 你知道什么样的素菜和炒 可以一周吃八次都不腻吗? 没错,那就是这道包菜炒鸡蛋 三毛五一斤的包菜 对半切开在二分为四 去掉中间的硬心 然后叠在一起切成粗丝 拌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厚片 再改一下刀切成粗丝 小碗中打三个聪明的鸡蛋 加一点点白醋 这样不仅能吃鸡蛋更蓬松 而且没有腥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放一旁 配料就很简单 切一点蒜末备用 再调一个简单的料汁 一勺生抽、蚝油、盐和鸡精 搅拌均匀就可以 起锅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烧至微微冒烟下入搅好的鸡蛋液 每天都在用心地分享家常美食 如果喜欢就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化散炒熟盛出备用 锅流底油下胡萝卜丝 翻炒一分钟炒出胡萝卜油 然后下蒜末 给它翻炒出蒜香味 接着把煲菜下锅 给它翻炒两分钟炒软炒变色 最后倒入鸡蛋 把调好的料汁一起倒进来 开大火一起翻炒至入味 这样做的包菜炒鸡蛋太有食欲了 简单美味又下饭 喜欢你也回家做起来吧